说到MIRTA 什么东西 但是说到MX-5 不少朋友就会想起这块传奇车型了 而诞生MIRTA这个车企 马自达本身也是有传奇的经历的 马自达最早做什么东西的 它是靠做软木塞 那个东西发家的 那个时候它还叫东洋软木注视会社 和很多车企是一样的 马自达是在二战的过程中 完成了技术和资本的积累的 举个例子 二战时期奔驰 保时捷 一门心思造坦克 保尔玛妈造军用飞机 斯科达忙着造枪造炮 而我们今天讲的主角 东洋木塞厂转型成了枪械厂 这战后随着日本经济得到复苏 1984年木塞厂顺势转型 更名为马自达诸事会社 沿用资金 那么说起马自达造车 转子发动机是它的灵魂 但是转子发动机本身有容易磨损 而且油耗过高的缺陷 并不适合安装在以可靠性 和经济性为卖点上的车子 所以马自达留了一手 整个20世纪70年代 他们都在琢磨生产 各种各样的直列四缸发动机 毕竟鸡蛋是不能放在 同一个篮子里的 而Miatta装备的呢 就是马自达给自己留的后路 直列四缸发动机 那随着1973年石油危机的爆发 汽油一下子变得很贵了 那马自达的精髓转子发动机的 这个缺点暴露无遗 原本在北美和海外市场 卖的火热朝天的这个 RX系列的转子引擎销量暴跌 这重心放在转子引擎上的 马自达受到巨大损失 负债累累 那么马自达的灵魂人物 三本建议 也就是这个马自达的转子之父 眼看自己的心血 将随着石油危机复制一具 马上开始势足求医了 这1976年呢 三本找到了MotoChance杂志 现在还有 那应该造什么样的汽车 才能力弯狂烂呢 这个霍尔本来就是一个 英国小跑车迷 怀着私心 这个霍尔跟三本建议说 你应该造一个便宜的小跑车 那这三本建议那个时候 还只是马自达的机械工程师 和商业主管 手里面也是没有什么权利的 说话不算 但是即使这样 造便宜小跑车的想法 算是在三本建议的心里萌芽了 那么20世纪80年代 三本建议它变成马自达社长了 这掌权马自达了 那它当初留下的那颗小种子 终于有机会开花结果了 于是三本建议不惜一切成本 立刻组织两大团队 准备同时推进这个计划 一边是始作俑者 那个霍尔带领的 美国的加利福尼亚的团队 另一边是东京马自达团队 两个是A-B-TES的 互为竞争关系 内部赛马的 只有最优秀的团队 和最完美的方案 才能被三本采纳 加特一下腾讯 这霍尔对英国小跑车 是有执念的 这不仅影响了三本后来的计划 也影响了它所带领的团队 那么在它的影响下 加利福尼亚的霍尔团队 给出的方案 就跟传统的英国小跑车一模一样 是经典的前中制后驱布局 那日本的小伙子们 给出了两套极端的方案 你要么就前制前驱布局 不仅能体现日系车的传承 还能省下一笔开发费用 要么干脆就后中制引擎 后驱布局了 直接继承超级跑车的设计灵魂了 1984年 到了看方案的时候了 这前制前驱这套方案 直接就被三本一票否决滚 理由很简单 我们是造跑车 不是造买菜车 千知千驱 要它有何用 那另外两套方案呢 倒是让三本有点为难了 你看 这个后中制超跑布局 威武大气 前中制呢 英轮布局 不忘初心 两边公说公用利益 婆说婆用利益 前前后后讨论了两轮 结果出来了 这日本小伙子的后中制引擎方案 虽然能获得比较好的平衡车辆的 前后配重 但是这引擎离座椅太近 很难控制这个NVH容易炒 那么在当时的技术条件限制下 这种布局和你这个背 靠了一台拖拉机开车 没什么区别的 又炒又震 那么霍尔团队的 这个前中制引擎方案呢 既兼顾到了车辆 前后50比50的配重 又能让这个驾驶员呢 离发动机稍微远一点 减少了噪音和震动的困扰 就相对更稳妥了 再加上有霍尔这个领路人的背书 于是呢这个Milta沿用致敬的前中制 后期布局就这样决心下来了 那么车子的布局既然已经确定了 还缺个灵魂 一个人再擅长造车 也只能说是个熟练工 但一个人能赋予一辆车灵魂 才只能称为将 工将的将 马自达认为呢 一辆好的车必须要能和驾驶员融为一体 这个呢也符合日语里面的一句成语 叫人马一体 那自此呢 这个人马一体就成为Milta的那个灵魂了 也成为了这个马自达日后造车的信条 在Milta宣传车里这么说的 这人马一体反映了一种感觉 这骑手和他心爱的马之间的统一感 就是那最终的纽带 一边开车一边就摸着这只马 虽然这个官方说的比较复杂 从工程学的角度来说 这个金巴一胎 其实就是指保证安全的同时 尽可能的控制车重 只坐两个人就别画舌天柱的什么 再来一个可以坐狗的后排 这前后配重符合自然的 50比50的平衡关系 四轮都使用双叉臂 或者多连杆独立悬架来保障路感 在发动机和后差速器之间呢 采用硬连接提高可控性 这几乎是对操控的一种执着 这马自达这种执着呢 是一个贯穿车辆设计的信条 也深深是影响当时的这个马自达人的 时任这个米娅她的项目经理的 那个俊艳瓶颈 就把这个金巴一胎 印在自己名片上了 人马一体 每每发名片的时候 都会跟人家说 我俊艳瓶颈 就是要贯彻人马一体精神的那个男人 我都过 那他不光是嘴上说说 每天呢也是在身体力行的时候在做的 那车辆测试 这个俊艳瓶颈 每天都是开着这个危险的圆形车 在试车场上一圈又一圈地跑 会被爆炸 会被轮胎飞出去 反正都是要去自己开的 连这个反复的这种调教 轮胎的温度都不放过来 别说是轮胎的压力了 但得到他把这个车交还给同事手里的时候呢 负责密亚塔底盘的那个利源 适合回忆说 这开车的那一刻 我突然感觉不到汽车的存在了 我没有感到任何的陌生感 这台车就像我的手一般的操作自如 当时我就高兴地大喊 成功了 成功了 Meta 人马一提 就这么个状态 像不像这个日本风格 那么 以金巴一胎的这个信条 贯穿始末的这个Meta呢 在马自达的平台代号是N 从第一代到第四代呢 分别是NA、NB、NC、ND 是什么样的 那这跟我们熟悉的 马自达转指灵魂车型RX7类似 RX7平台代号是F嘛 同文字D里面那个高桥良界的作家 就是FCRX7 这Meta的第一台车型NA呢 实际上就是基于RX7FC的平台上 改进而来的 来自旗舰平台 决定它的灵魂本身就十分坚韧 而包裹着这个坚韧灵魂呢 却是天使一般的可爱脸庞 NA面它圆滚滚的眼睛 似乎充满了疑问的这个O型嘴 这个可爱的脸盘 就是一个小朋友一样的 而且能让NA的前脸 如此可爱的最大功臣 就是跳灯了 这跳灯的结构就像眼睛一样的 打开了眼睛就睁开了 合上的眼睛就闭上了 这用在汽车的眼睛上 真的是恰到好处 但是跳灯它有自己的缺点 活动机会太多了 容易导致机械故障 这翻不起来 那你不就晚上看不见了 那另一方面 这个打开大灯的时候 空气阻力极大降低最高车速 而跳灯在发生人形事故碰撞的时候 也容易对这个行人造成更大的危险 于是随着这个行人安全法案的推进 我们可爱的砸吧砸吧的跳灯 后面就没有了 那Mia它的第一代车型呢 内外兼修的独特气质 让它一下子席卷欧洲大陆 欧洲一下子就是抛弃了什么MGB Trump Speedfire 这种英伦风的小跑车 获得了这些消费者的认可之后呢 大将也是陆续而来 Automobile 把Mia它评为1990年度车型 Car & Driver甚至是让Mia它 连续残念三年年度使驾汽车 最可怕的是 Mia它不仅是成年人喜欢 还收获了一对十来岁的小迷弟小迷妹 这2006年 澳美和派的汽车总动员不是上映了吗 这Mia它在汽车总动员里 就扮演那个双胞胎Mia和Tia 这加起来不就是Mia它吗 对吧 那努力为小朋友创造一个可爱的形象 真的算是文体两块花 弘扬汽车文化 是吧 那为迪士尼赚得了4.6亿美元的票房 那么虽然这个初代的Mia它 内外兼修面面俱到 但这并不是一个阻止它变得更优秀的理由 到了1999年 Mia它迎来了换代 第二代车型NB 它用了更强劲的引擎 更好的轮胎 更强的刹车 而且可以实现现代化选状的ABS防暴使系统 仅仅在NB发布后的第二年 Mia它就力压群凶 把宝马人士都甩开了 把宝石街BOX也甩开了 尼桑350Z你给我滚 打破了最畅销的双座跑车吉尼斯世界纪录 成为了竞争对手们不可能超越的存在 那么时间过去 NB也迎来了换代 2005年推出第三代NC了 那这代车型NC是基于马自达自家的 旗舰跑车RX8来打造的 也是属于旗舰技术下方的产品 那么第三代还加入了RX8没有的设计来 什么电动伸缩式硬顶敞篷和独立后备箱 它就不会像ZS一样了 你如果打开顶棚后备箱储物箱就不能用了 你要用后备箱储物箱 那这个顶棚就不太好操作了 这个让消费者更加坚定的购买Mia他的这个信念 优雅又省空间的这个顶棚设计 到今天还被敞篷车迷津津乐道了 这优秀的设计让NC又一次成为霸榜选手 2006年到2013年之间连续8年残联 Keydon Drive杂志实家车型 那时间到了21世纪2014年 马自达迎来了现款Mia T代号ND 外观那采用当今马自大家族 更为匹配的混动设计 原本圆滚滚的那个脏子的嘴 满脸都是可爱的Mia T代号 也直接成熟了 长大了 拥有了一张又冷酷又帅气的脸 这动力方面提供了1.5升和2.0升自然吸气引擎 以及手动和自动变速箱 而且在2016年还额外推出了 类似于保时捷911Taga的 硬顶敞篷版的RF版本 这个车企纷纷放弃手动变速箱和廉价小跑的今天 马自达还在坚持Mia T代号 还在坚持那个Jingba Itai 人马一体 那坚持总是会带来回报的 2016年4月22号 马自达达达成了生产第100万台Mia T的成就 要知道 这个比Mia T早26年诞生的保时捷911 也比Mia T晚一点 才达到100万辆下限的成就 时日之间Mia T已经更新了第4代了 依旧充满乐趣 价格实惠 质量可靠 外形和技术再怎么变 灵魂还是第一代Mia T那个灵魂 这马自达经历坎坷走到今天 也坚持把Mia T从20世纪带到了21世纪 那是不是有一辆马自达323普利马 又或者是马3马6 在你心中有着当年青春的回忆 和不可替代的地位呢 各位朋友留言区告诉我和大家聊聊 你的那辆忘不了的马自达吧 关注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备胎说车 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我的新视频了 下一期呢我是想说那个斯巴鲁的车子 斯巴鲁是你的心头之好吗 你喜欢的斯巴鲁车型是哪一款 留言区留一起讨论 下一期说不定我们就做了 备胎说车 我们下回再会